第1军情作者,军舰局环球网等媒体报道,伊朗最近展示了一种名为霍卫伊德队远程巡航导弹,这种导弹的设计射程,可以达到了1350公里,齐发射前准备非常迅速。 导弹能够采取低空飞行的方式,规避侦察雷达的扫描,其突发能力非常好,打击精度和毁伤能力都相当出色。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,新型巡航导弹将交付给伊朗责命卫队,用于航空部队武器配置。 伊朗国防部长哈坎尼就此表态称,伊朗不会因为不压力停止防御新导弹研发,也不会与任何国家就此问题继续谈判。 看来,伊朗并未因为美国的施压,而放弃其发展弹道导弹的计划,而且从伊朗公开的导弹数据来看,伊朗现在拥有的导弹技术,确实已经有所提升。 据俄罗斯外星通讯社报道,为了展现伊朗发展弹道导弹的决心,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侯赛因萨拉米,甚至对欧洲也发出了警告,声称欧洲不应该企图剥夺伊朗发展导弹的权利,如果欧洲人或其他任何人想要编造阴谋,迫使伊朗放弃发展导弹,我们就将被迫作出战略突击。 法拉米强调,伊朗在发展导弹射程方面,没有阻碍和技术障碍,显然在导弹问题上,伊朗不仅在防夺美国,而且隐信不过欧洲,法拉米这番话,就是在给欧洲划红线了。 事实上,欧洲和美国在伊核协议问题上是存在分析的,欧洲认为,美国退出伊核,协议的行为不妥当,因此时至今日,欧洲仍在为伊朗提供支持。 1月31日,英法德三国刚刚发表声明,声称已经成立专门机制,用于维持伊朗的贸易。 对于欧洲的善意,伊朗当然是欢迎的,但是欧洲跟随美国批评伊朗弹道导弹,却让伊朗极为反感。 尽管欧洲已经在支持伊朗方面做出行动,但伊朗择命卫队,仍然以强硬的言辞警告了欧洲。 伊朗的表态也再次说明,该国并没有打算在带道导弹的发展方面,对美国和欧洲做出任何妥协。 伊朗认为,伊朗协议禁止其发展核武器,但其带道导弹项目不应被备除,所以,伊朗在不发展核武器的前提下,仍然在进行弹道导弹极数的发展工作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伊朗承诺将带道导弹射程,限制在2000公里以内,因此,伊朗也将这些武器称之为防御性导弹。 不过,2000公里的射程,也已经足以覆盖以色列和美国的中东基地,这正是美国最忌惮的一点。 正因为害怕伊朗导弹的威慑力,所以,特朗普政府才会在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情况下,仍然对伊朗施压,要求伊朗停止导弹研发计划。 美国退出一核协议,并对伊朗实施制裁,一个重要的目的,也就是要逼迫伊朗同意放弃导弹研发工作。 但是,美国这种一意孤行的霸权政策,显然起到了反面作用,美国越是对伊朗进行威胁,伊朗就越是把弹道导弹技术抱得很紧,现在的伊朗,明显更加不想放弃弹道导弹了。 可以预见,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强硬压制的话,伊朗有可能反而会做出更加激烈的反应,这明显会恶化局势,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 所以,美国也别急着指责伊朗,而应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。 和美国相比,欧洲至少还唯一和协议的维持出了不少力,并且也建立了专门金融机制,用于维持和伊朗的贸易往来。 美国本是西方国家中实力最好的领头羊,却处处寻子闹事,制造矛盾,也难怪现在就连欧洲都对美国相当反感。 很明显,美国的霸权战略已经走不下去了。 感谢观看